有财运,但支出可能会比较多 有可能会是因为工作导致心情不好 所以花钱来抚慰自己的情绪 工作上的一些想法与人际关系相冲突 给你带来不安和敏感 太阳进入射手座,射手座生日快乐 太阳和水星以及土星逐渐进入合相的状态 这真是一个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好时机 同时,因为与火星形成了六分相 所以更加带来刺激和学习,并获得朋友的尊重 月亮和土星及海王分别为135和45度的相位 在展示个人的竞争力方面 可能会受到专业和梦想的影响 而产生不安和情绪化 消息 amente 游过星期 你三言会顺砸了 收到 viewers 我们下期再见